而前列委高嘉瑜也再度揭露了 說金華城容積率是從560%提升到840%的過程當中 其柯市府身邊出現滿滿都是金華城的關係人 他就點名了說至少有9個人就是沈悠悠 這些人怎麼都巧合的跟沈慶晶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所以整個市政府 酋員 裁判 龐正都是沈慶晶的人 檢調對金華城案加速調查之際 民進黨前列委高嘉瑜在揭露柯文哲擔任台北市長期間 身邊竟然充斥著滿滿的沈悠悠 都和威晶集團的沈慶晶脫不了關係 那到了560之後呢 更進一步的就是現在大家所看到的 增加了20%的容積率 關鍵的轉折呢 也是大家認為說 漸漸的整個台北市政府的這個金華城的沈悠悠 柯P包圍網陸陸續續的出現 高嘉瑜點名 已經遭北檢調查的副市長彭震生 都委會直密邵秀佩 市議員蔭小薇 曾任威晶集團旗下公司董事長的朱雅虎之外 包含時任監察委員的劉德勳 在容積率提高後 他擔任沈慶晶創立的基金會董事 支持560%的容積率 黃大洲 吳順明也分別在金華城及威晶集團中有位置 曾任柯文哲國策顧問的葛樹仁 更是中華工程獨立董事 曾任審慶金特助的黃一平 更在擔任都發局長期間 核發這百分之八百四的容積率 被質疑和弊案關係匪淺 黃一平如今還在臺北市府擔任公務局長 很多程序是發生在他到職以前 就任之後也都有申請執行的迴避 蔣萬安趕金緩加 民眾黨則強調 這是沒有根據的預測 面對各界權力要完整精華城案的拼圖 柯文哲準備好了嗎 是討論下一步該怎麼做 這個會不會違反那個 一切有權盡我在公司的 從花蓮回到台北 柯文哲馬上到台坡大樓辦公室 和身邊委員們齊聚一堂 備戰北檢抗告的最終結果 記者 無神軍 夏軍 陳採訪報導